另外由江蘇無錫市歌舞劇院所創作的原創舞劇《巡》 近日在南加州深蓋博士上演 演出当天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中国驻乱鸡总领馆总领事张平 江苏省副城长王江等军出席了启动仪式并致辞 并与千余名当地侨胞和民众观传了当天的演出 当晚演出的圆满成功也意味着 《亲情中华魅力江苏舞劇巡》北美八城市巡演正式收官 本次舞剧的整体编排以现代 简约为主 动作设计干净利落 融合了古典芭蕾 现代舞 中国古典舞以及其他艺术元素 是一次中西合璧的艺术尝试 中西文化交融 凸显国际流行艺术时尚 使舞剧巡成为近期原创芭蕾现代剧中难得一见的佳品 我们无锡购舞剧 江苏民族舞剧应该是首次到洛杉矶来进行演出 那么这个戏是我们跟加拿大一起合作的一个舞剧巡 那么在加拿大我们已经演出了六场 这次到美国是从纽约和洛杉矶 我相信这台戏我们的洛杉矶的肯定会受欢迎 喜欢我们这个舞剧 据介绍 此次舞剧群 北美巡演剧组人员一行36人 集结了中一家两方的优秀演员 舞剧同时也是无锡市歌舞剧院 继国际版舞剧丹顶贺之后 又一次中西文化融合的成功探索 他讲述了无门画派传人苏秦和董寅夫妇 在一次写生中不慎丢失爱女苏妃 苏妃被一对加拿大夫妇领养 并在加拿大成长 之后回到中国寻根密祖 找到珍爱和亲生父母的感人故事 红黄卫视 十一季准利害情 洛杉矶报导